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們是基督教宣導會因兒幼稚園的學生 今天我們校長一起的小學校 早安 早安 校長 我們學校會用繪本綜合故事教學 以故事為核心 圍繞教學主題 串連多元化的學習活動 例如繪本彩色步步 透過繪本讓小朋友認識不同的情緒變化 例如紅色代表甚麼情緒呢 黃色代表甚麼情緒呢 然後延伸到時藝活動 這兩幅塑本就是剛才小朋友 透過自選時間 他們用一些輕黏土和不同的物料 去創作自己的面譜 他們當時的情緒是甚麼 是很開心還是很憤怒 他們透過不同的物料 去表達他的情緒表現 過程中幼兒和同伴都可以彼此交流和互動 同時學懂語人分享和欣賞創作 後長啊 可否介紹多些活動給大家知道 試藝史是甚麼 試藝月就是我們大概一年裏 有一個月的時間 我們由繪本出發 裏面包含到不同的主題 而我們今年就有中環品德教育 和融入了聖經的教導 在當中 小朋友和家長會運用不同的美藝元素 進行不同的創作 然後我們會佈置整個校園的環境 之後會有一個示藝的展覽 然後邀請到家長、小朋友 甚至區內的不同人士 來到我們學校參觀 所以現在勾教育強調 環境是小朋友的第三位老師 遊戲肯定是最好的學習 我們會利用我們的戶外花園 去層設不同的體能活動 例如我們有自由探索的元素 我們有模擬區 小朋友透過不同的區別 他們可以自由活動 和小朋友互動的過程中 又會產生一些社交的環境 為何要搞力期活動 我們會利用大花園 去層設不同的力期活動 希望小朋友透過活動 可以勇敢面對挑戰 積極、永不放棄的堅持 和培養他的自信心 小朋友讀我三年 其實他由一開始 他是比較慢熱的小朋友 很多事情都要我和媽媽陪著 一起去做、一起去玩 但他自從來了這間學校之後 很多時候老師教他、幫他 令到他做任何事情 他都可以自己獨立去做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